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我是宅女小红 今天主题是婆媳这个世纪难题 今生今世应该是没有办法解开的吧 是的大家最喜欢谈论的话题呢 就是婆媳问题了 男生可能不认同 可是我跟你讲所有的太太凑在一起 大部分呢都是在说婆婆的闲话 那呢世界上有一个最大谎话 就是婆婆会说我会把你当女儿 但是这件事真的想太多了 婆媳之间真的永远都会存在问题吗 那身为男人应该要怎么处理呢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 现在请到律师来聊这个问题呢 我不知道我们先介绍他出来 我们欢迎很活耀于电视节目的明星律师刘尚明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还有呢就是我的先生工程师 哈喽大家好 先说一下我跟刘尚明律师呢 其实我们私底下认识 那我平常只看过他喝酒的样貌 那我也认为他不是在讲婆媳的 可是为什么当我问他说 上我们Podcast你可以聊什么主题 你马上就说婆媳问题 是不是因为你的太太跟你的妈妈处不好 不是啊我跟你讲 这基本上还是有伤我的考量 因为我写了一本书 是跟这个所谓的亲情有关 比较暗黑的 所以你也知道婆媳这一块 永远不会有光明的 一定是暗黑的 所以某一个部分我只是想要接这机会来打我的书啦 去年初的有必要现在打吗 那个销量一直没办法突破 现在才年初嘛 OK的 对是不是因为你书里求远 你不开心 这个不好说 这个不好说 那我们不同的领域啊 但其实就是说 因为我本身是做商务的一个律师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家事的书 甚至说 后来我在开庭的时候 我们开那个商务的案件 然后法官跟我说 啊 刘律师 你家事这些东西很强很专精啊 但是我们怎样怎样 我非常义正言识的跟法官说 我是商务律师 我不是家事律师 但是就是因为 这本书其实里面写了很多蛮精彩的故事 导致以后到最后还会定型 所以说 我一听到你问我说 我们来做podcast 我说 如果谈薄习问题的话 太好了 我里面有很多的素材可以跟大家分享 不是因为你老婆常常 你真的很适合做律师 我已经拼命弯了好几个弯 想要逃离这个问题 你又把它拉回来 因为一般来宾听到这个问题 都会对一下 然后想说我应该讲什么 可是你回答太顺了 所以我要再绕回来 婆媳之间没有问题 这咬字够清楚了 可是你刚才说婆媳之间 永远都是暗黑的 对啊 你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暗黑的这个状况里面 婆婆看不到媳妇 媳妇看不到婆婆 就不会有问题 那就是跟我家一样 我一年只见我婆婆一次 那一次多久 就过年的可能那两三天 两三天 那很辛苦 因为我老婆跟我妈妈 她只见面就是两天一夜 那是我结婚的时候 跟我老婆的一个 协议 对一个 也不是我送给她的一个礼物 你看 你看这样还叫做礼物 对啊 这律师太会讲话了 这不是衣物 我多少也是要 再拿一点东西回来 说你看我对你很好 我给你这样子一个礼物 那这礼物拿出去 才蛮体面的啊 超体面 我跟你讲 你老婆如果说 人家说 我先生送我一个卡地亚的钻戒 或是我先生送我一台蓝宝尖尼 他说我先生送我一年 只要见他妈两天一夜 我跟你讲 你老婆就胜了 对啊 而且我们讲精确点是 从那个前一天的下午四点 到隔天早上的十点 其实还没满十二个小时 如果去饭店check in 都是三点进去 十一点出来 你比那个还短 对所以说我在外面 可以一直应酬干嘛 其实是因为 我有送这些礼物了 好糟糕 大家可以把这一集 播给那个你的先生听 就是其实这是一个 很棒的礼物 所以这一集的TA 其实是先生 不是太太 对但是先生 根本就不会听啊 不过那你一直说你的书 你要不要介绍一下 你的书的名字叫什么 我书的名字是叫 暗黑亲情 暗黑亲情的话 不是因为我皮肤比较黑 就是因为 亲情应该是光明面 然后大家很多很温暖的 这本书里面 完全没有任何 温暖亲情的一面 就是在这个亲情的 这个光鲜的外表之下 里面有一些 不愿意去提醒 你很难去面对 例如说 你可能要跟你的兄弟姐妹诉讼 例如爸爸要告儿子 妈妈要告女儿 等等之类的东西 所以很多人 他其实呢 在亲情的表面之下 都会遇到情绪的勒索 那这本书呢 教你如何 来看待这些情绪勒索 甚至是利用法律的工具 在人家情绪勒索之前 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OK 那我们现在直接转到主题 就是婆媳 因为不管在网路上啊 或D card都有 非常多的婆媳问题 有一题前一阵子 非常的红 有一个案例 我不知道律师你有没有看过 就是呢 他说他婆家共用一条毛巾 你有看过那个文章吗 我没有耶 啊天哪 你真的没有在看 你都在喝酒耶 你思一下 不是我都在 专研在法律的这个申约里面 工程师你有看过这个文章吗 我也没有耶 所以男生都对这个文章没兴趣 王小姐你有看过吗 你也没有 我跟你讲 未婚的人对这个文章有没有兴趣 已婚的人全部都知道 OK 就是呢 他在他婆家呢 他就发现他婆家共用一条浴巾 就是全家公公婆婆 他老公他 他老公的哥哥 什么姐姐 全部都用同一条毛巾 洗完澡的时候 他就觉得天哪 实在是太可怕了 为什么会这样 这很难操作吧 这怎么 因为大家不会一起洗澡啊 大家一定是轮流去洗啊 大家当然不会一起洗澡 但是比方说你第一个人洗完 用完浴巾他就湿了 你第二个人再擦那个湿浴巾 对他就说没有关系 因为那时候身体是干净的 然后呢他对然后他最后发现呢 那条浴巾还可以洗澡后擦 然后洗完水果会把拔辣擦干净 然后漱口杯 所有东西都一起用 甚至连就是比如说他有一个煮饭的锅 他那个好像发展到第五级吧 他有一个他们全家人一起在煮饭的锅 结果那个锅他他小姑拿来煮月亮杯 你知道月亮杯是什么吗 不知道 月亮杯就是生理期的时候 有的人会用卫生棉 有的人用卫生棉条 然后现在有流行一种杯子 他像一个高脚杯 他像一个高脚杯塞入你的下体 你就不要 律师你不知道这东西已经有点久了 对啊 不是昨天拿出来的 月亮杯 就是专门用来承接你的月经的东西 男生是比较知道飞机杯之类的 OK 我没有想要知道这件事情 可是他婆婆和老公的妹妹 共用一个生理期的月亮杯 就算了 他们还用煮饭的锅 去煮那个杯子 也算干净啦 他们消毒了那个杯子 对 那如果说遇到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可以肃请离婚吗 我们要用什么理由 应该这样讲 这个真的是 这应该是要颁给他们一个环保标章 对啊 他们真的非常环保 然后就据说非常节省 而且他后来还有案外案 就是呢 就是比如说他可能 那个先生有兄弟 然后那个哥哥的女朋友也搬到他们家 然后呢 他们家的饮水机坏掉了 然后他婆婆就说 饮水机坏掉 大家都在家里的一份子 那时候是女朋友还没结婚哦 那我们要买新的饮水机 所以你要付两千块 叫那个女朋友付两千块 对 他说因为大家都有在用这个饮水机 那饮水机多少钱 我不知道不管吗 如果是二十万可以啊 可是问题是我只是住进你家 你家这个饮水机用了二十年了 我就说刚好我住进来的时候坏掉 你就要跟我要钱 你不觉得很不爽吗 可能在测试你 对这个家庭的这个忠诚 那只是一个测试而已 那如果说 所以人家掏钱出来说 他不会把他收下来吗 说不要不要啦 我跟你开玩笑的啦 我只是看你会不会给这个钱 所以说其实呢 这时候这个媳妇应该把两千掏出来 反测试这个婆婆 看你敢不敢收 那如果他收了呢 他一定会收啊 那就是测试失败啊 测试总是有风险的啊 人生总是会输 不用永远当赢家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这不是我没想到听到律师说的话 如果我嫁进一个家庭 就发现这个家庭 出了这个问题 我真的再也受不了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怎么解决 这个其实在这个前提之下 就发生一个很大的 我觉得很讶异的 这背景的一个前提 我今天嫁去这个家里面 发现里面有公公有婆婆 还有老公 还有老公他哥 老公他弟 还有老公他妹 然后老公他哥 还有老公他哥的女朋友 全部人住在一起 在这样子一个家庭里面 人那么多不乱才怪 所以说当初他要去嫁进这个家庭里面 当然我一定如果是嫁娶之间 一定会去思考说 那嫁进去我要住在哪里 当他在决定要嫁给这个老公的时候 发现要住在这里面的时候 其实他应该就要有准备 所以会面临到这一些原本的既有的 他们家族的一个习惯 可是未婚的人不会这样想 所以我这样讲 就是说我一直秉持着一个原则 人多就会乱 老婆跟这个老妈在一起 那真的是罪恶的乱源 所以说你只要人越少 假设我要嫁一个男生 我今天有A B C 三个男生可以选 每一个男生背后 其实应该都要有一个分数在 那你自己要去做一个评估 家里人多的分数就低 多一个人就扣五分 然后毛巾可能比较少 只有一条 但是我觉得这个六个人共用一条毛巾 我实在很难理解 因为就像刚刚工程师提的 毛巾用就撕 那撕了这个毛巾怎么 这个预计怎么用 对 对啊 我觉得大家都不能理解 然后万一有一天 这个老公他哥哥 带着这个毛巾出去外面游泳 那全家都不要洗澡了 所以他不会做这件事情 可是问题是 如果今天也有当事人说 我这件事情我真的是受不了 我要肃情离婚 可以这样吗 这个可以当做我们民法1052条第二项 其他的这个重大事项 他没办法再继续经营婚姻生活 没有办法 你可以说没有办法继续经营婚姻生活 因为我听说离婚要举例 我身边也有人现在在想要做这件事情 可是他发现他举不出很多例 比如说他觉得他先生冷暴力 他先生不跟他讲话之类的 那可是他其实是举不出例子的 可以啊 冷暴力不能 不要怎么样 我在家放那个收音机 然后录说我们18小时内都没有讲一句话 应该是录音机不是收音机 职业病职业病 今天不管说你要说我遇到冷暴力也好 或者是性暴力也好 家庭暴力也好 我们都需要举证 因为法官他不认识两边的人 他不认识老公 他也不认识太太 然后这个世界上谁样的人最多 说谎的人最多 法官每天在法庭里面就是面对处理 哪些是谎言哪些不是谎言 所以说我们要去赢得一个官司 我们一定要有相关的证据 那我们收证呢会有很多的方式 你说冷暴力的这一块 如果呢你跟老公反映很多事情 那反映之后他就完全不理 那这些对话的部分 如果是都是用LINE的这些有文字 这都可以截取下来 这都可以截取下来 或者说你今天跟老公发生争执的时候 那我们有去做一个录音 因为你其实已经受不了了 他已经是一个行为常态的一个模式 你已经可以预见说你跟他生产 他偶尔完全就不理你 或者是说甚至是用那种冷暴力的方式 在处理你这样 那你也都可以做一个录音上面的一个受证 那击杀会成塔 所以说原本你这样的单一事件 人家觉得没有怎么样 但是如果你收集了这样子的一个事证 高达三四十个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相当可观的 可靠的一个证据 我请教一下 因为我听说 就是如果要在法官面前 认为这个证据是成立的 比方说录音是需要双方都统一 有这个事情 不能透露 不用啊 我没有透露 我哪有透露 我在录我自己的声音 我怎么会透露 只是你的声音刚好跑到 我声音里面的对话里面 所以我今天如果录音的内容里面 有包含我自己 我在录我自己 我必须为我自己讲的这些话 去做一个证据上的保存 这没有所谓的一个 不需要取得对话的问题 但是呢 如果放在他的车上 想要录他跟别人 这就不行 假设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录音室里面 外面有人用测备 在录我们四个人在讲话 就不行 那就不行 那我如果想要录车上 我怀疑我老公在车上跟别的女人出去 我要录车上的话 我该怎么样才可以保护我自己 我在你面前回答这个 没有问题 你就拿那个 我教你 这个我教你 你没有看电影 你就拿那个啊 行车记录器拔出来就好啦 如果他车上没有行车记录器 我想要去录 通常哦 这个版本 我们在法院上遇到的版本就是 老婆不小心遗失了录音笔 神经病又不小心按了play 这样 然后乘客不小心屁股又压到了那个录音键 这个都是这个一般的说辞 就算他是不小心压到好了 就算这些巧合都成立好了 可是他还是没有你自己的声音啊 这种证据可以被接纳吗 他也是说他是无心不小心录到的 你看哦 法官是审判的人 嗯 他原本是一张白纸 嗯 这白纸已经上面被泼满的脏东西了 嗯 那白纸再也不会是白纸了 嗯 那所以说法官开始 法官他自己是人 他会有人性 他会觉得说 啊你这个就是 透瓷 哦 所以说呢 我可能会再拿其他的东西出来的时候 他心里面已经先射箭再画靶 嗯 纵使呢 你射这个箭呢 有点品质上有点问题 嗯 但是呢 不会去影响到那箭已经中靶心的这个事实 哦 所以电影上演的 有一半也是假的这样 因为有些电影都会说 这个证据不能才信这样 然后先生就告他说 你透露我 啊这是没错啦 嗯 我们也欢迎这个 最后就会告来告去 这一定要告来告去 不然我们怎么生活啊 哦 所以你也欢迎大家告来告去 我欢迎大家主张自己的权利啊 当律师这么多年 你有没有律过比较离奇的驾驶案件 这个基于当事人的保护哦 嗯 我们可能要调整一下 嗯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 应该这样讲 婆媳之间会不合 嗯 中间最必须要负责的人 就先生啊 就是先生 嗯 而那个先生呢 大部分 嗯 很高的几率 嗯 是妈宝 哦 哦 那怎么样呢 在法院里面 嗯 去判断这个先生是不是妈宝 嗯 一个很简单的准则 我真的每次看到 每看必中 什么 那个妈宝的妈妈 嗯 跟妈宝的这个家庭 嗯 每次他开庭的时候 先生离婚诉讼开庭的时候 他一定全家出动 嗯 就是说啊 卷脚又去 然后跟他鼓励啊 然后在外面等啊 然后出来就是 只要太太一出来 全部人围上去骂啊 你这个人 怎样怎样 嗯 然后先生就是 无动于衷 然后就是站在 哦 我懂 在那个 他的群体里面 喂呀 就Tim 这样那种感觉 嗯 哦 那个是我最看不下去了 嗯 那所以说 在我们遇过的那种 离婚的案件里面呢 我遇过一个很糟糕的 嗯 因为我们不能批评法官 嗯 律师很可怜 嗯 但是那个糟糕里面 是法庭里面呢 除了律师以外 嗯 其实大家都还蛮受害者 他是这样 就是有一个法官 他很有名哦 他是做家事的法官 嗯 然后他很喜欢就是 在家事案件里面 去拖 拖什么 去磨 嗯 拖程序 嗯 为什么 他这样拖 其实是有道理 嗯 家事案件呢 他其实带有很高的 情绪上的对立 嗯 他不是商务 是 商务就钱啊 就是钱 钱算清楚嘛 嗯 那家事不是 那是里面很多满满的 我已经对你是 买到几点 我才会跟你提告 压抑的很久 对 所以在法令上 大家就互喷 嗯 可是互喷的状况之下 绝对不会有好的结果 嗯 所以判决 不管你怎么判 嗯 就一定上诉 嗯 但上诉的话会影响 法官的那个考纪的平等啊 如果今天他不上诉的话 他积分会比较高啊 哦 原来有这种事 对 所以说如果你今天 大家如果和解 嗯 或者是不上诉 嗯 然后积分就高 然后 法官就会希望 大家和解吧 对 他好谈 嗯 两边火气那么大 怎么谈 嗯 下次再来谈 所以 我懂耶 等一下我要插播一件事情 我真的遇到过这件事情 然后那个法官还恐吓我 因为他就希望我们和解 然后我们可能 其实没有想要和解 或者是说 反正我忘记什么问题了 然后那法官就恐吓我耶 大家知道 我要上过法庭吗 不是离婚诉讼吧 不是 我刚刚别讲 我嘴巴 我是改嫁过 辛苦了辛苦了 不会不会好像是 人偷用了我的照片 然后去当广告这样子 然后法官就突然拍桌子指着我说 你以为你没有错吗 然后我心里想说 我到底错在哪 那你身边有律师吗 我身边没有 因为那好像是一个和解庭 好 告诉你真的 有些钱哦 嗯 该花的还是要花 没有 可是我就吓到啦 因为他干嘛要恐吓我说 你以为你没有错吗 然后我真的觉得我没有错啊 他偷用我的照片 我到底错在哪 他说你把你的照片放在网上啊 然后我想说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哦原来恐龙两个字这样小 所以你继续说 你说那个法官就会一直磨一直磨 然后不让你们上诉就对了 对 现在法官在磨会这样的时候 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有的时候你没有错 但是如果你没有错 这戏就演不下去了 所以说法官呢 他就会为了要让两边能够往和解的方向去 然后就会找这个丈夫这边有毛病 数落他 让老婆很爽 这个法官对我来讲是可以相信可以信赖的 但是呢下一次就会找毛病数落老婆这边 所以说呢两边就是慢慢的这个对法官又爱又恨 但是在磨的过程里面哦 这是很现实的一个人性 就是你在事情发生当下你会很气 然后你到最后会变无奈 然后最后就算了 人生到最后就算了 就不要上诉了 就不要再跟对方 你不要跟法官 你不要牵扯 对对对对 因为这是每一个法官的办案的计较不同 那我也不知可否 所以说就是变成说像你刚刚提到你的那个案子 法官为什么要说你的不对 法官是硬要讲你不对 因为这样你才有机会来跟对方和解 对我就想说算了 我真的好像真的有不对 那就算了这样子 那你人还蛮好讲话的 因为你突然被这样啊 像电视剧的场景 你突然被说你以为你也没有错吗 这样我就会吓到啊 因为毕竟他是法官啊 所以说就是像法庭里面会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带律师进去的时候 法官他有法律知识上面的一个优势 他常常就会说用他法律知识上面的优势 去达到他想要达到的目的 OK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故事哦 这个故事我也看过 我相信在场另外三位都没有看过 因为是男生和未婚的女性 就是为了庆祝大哥大嫂樊家嘛 然后公婆就去他家 然后公婆因为尿急 他就上了主卧室的厕所 然后媳妇就超堵然 据说我记得我看到那个新闻是媳妇就回娘家了 然后不愿意回家 然后哥哥也觉得丢脸吧 我再猜 哥哥也不去劝他 还说你要回去跟我妈道歉 你要去跟我妈说对不起 然后媳妇呢就很堵拦婆婆上了她的厕所 你觉得这种事情应该怎么解 如果她今天问了你说 我想为了这件事情离婚 因为她妈不应该来上我的厕所 我建议这个媳妇哦 千万不要提起诉说 为什么 这件事情是不行的 不成立的 第一 如果你提起诉说 成婶的法官是女的 你死定的 不尊重婆婆 这说过去上个厕所怎么样 没有可能法官是一个讨厌婆婆的媳妇吗 他们年纪大了 媳妇都会变婆婆的 你这是说法官通常很少年纪小的 家世庭的法官比较少 就是年纪大是比较智慧 然后呢 你蛮会讲话的 我们律师不能对法官有任何的评论 我们只有有好的称赞 而且就是 我觉得这个厕所这个问题 我很同情媳妇 因为我觉得厕所是一个 一个人他可以去享受 他自己私密的一个小空间这样子 然后这个空间里面如果有外人入侵 或有其他人来使用的话 其实会造成很不舒服的一个状况 对啊 可是婆婆又刚好遇到这状况 或者是 对啊 他只是很急啊 可能原本的厕所 他有别的厕所啊 原本的厕所刚好有人在用啊 对啊 他难道 比方说旁边就有厕所 可是他硬要冲去主卧厕所用吗 也很奇怪 老实说我也觉得这个媳妇是有点大惊小怪啊 可是那你知道主卧室 大家知道主卧室有很多这个故事吗 因为也有就是说 婆婆每次去就会偷去她家 然后去主卧室翻翻看媳妇买了什么精品 就翻他买了什么东西 就说哇你又买了什么 然后这个案例竟然说 他会翻一翻以后 直接在主卧室的浴室大便 我心里想说主卧室是保养吗 不是很多人说逛保养就会想大便 不是这样听起来有点像有一些那种贯切 然后去人家家里面 然后翻财物翻完之后 然后又留了这个排泄物的那种感觉 可是他有冲掉啦 可是意思就是婆婆很喜欢去主卧室翻一翻 或者是还有一种问题 在台湾家庭很容易出现问题 就是呢 我们买了房子 其实公婆有可能有出部分投款 他就觉得这个家庭是我有入股 所以我想进来就进来 我需要有这个家的钥匙 我觉得你这个东西 这个讲得太好 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我们男人一定要有骨气 不要拿公婆家的钱 不要拿公婆的投期款 拿了也要还 你拿人就是手短 吃人就是嘴软 对其实我也是这样子赞成的 可是问题是不是 大家都有能力可以去付那个钱 你也知道现在年轻人 在台北多难买房子 我们可以还啊 我不一定 现在一定还清 但我现在正在还啊 我就不想还啊 你是我的债主 债主也不能 可是他可能先还20年银行 然后再还5年爸妈 所以前20年可能还是会被 爸妈走进来 因为你永远不会马上还完 所以你看哦 这是一个立场的问题 对 我如果一个月 我加钱还一点 嗯 那是一个立场 我没有要占你这条钱 但是我也还不了这条钱 那如果婆婆出了500万 然后你说妈我一个月先还你2000 他还是会觉得他是这个家的主人吧 是没有错啊 但是至少我有立场可以跟我妈讲话 哦 我说我觉得你这样不好 哦 我钱又不是不还 那你觉得主二是有主权的问题吗 我觉得有 而且我觉得这一个案子里面的媳妇她委屈了 嗯 他不是只有在厕所去上厕所的问题 对啊这样听起来其实上厕所 他翻他东西 对上厕所就不是重点了 对 他是他根本就不重视他在主卧的影视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主你比较会讲的话 如果说一个女孩 你会建议他怎么跟他老公说 因为一定不可能是他跟婆婆说吧 我建议会是这样 我们看过一些比较极端的案子 嗯 就是家里面会遇到类似的这种 不是很尊重影视的状况 嗯 他们就把各自的房间都有各自的门锁 嗯 对啊 那其实 第一个当然是沟通 我刚刚讲的是很极端的状况 嗯 家里面成员之间本来就是沟通 当你沟通不成的时候 我也试过我想跟你沟通的时候 嗯 那接下来就是会变成是一些 比较物理上面的一个处置 你说上锁吗 然后婆婆就说 哎呦 大家都是一家人干嘛上锁 我又说想进去帮你整理一下 我房间很乱啊 不好给婆婆看啊 可是很多长辈会这样 所以说 其实就变成是一个 沟通啦 如果真的沟通再不行的话 那就搬出去吧 那么他们已经不住在家 对他们已经不住在一起了 但是婆婆就会去她家 很多公婆都有那个儿子家要事 你不知道这件事吗 哎呦 我突然间发现 我的那个岳母跟岳父都对我好好 他们每次来的时候 就是很担心打扰到我 嗯 来就是 哦东西放着之后就跑跑跑跑就走了 嗯 然后只要我在的时候 他大概就不会在我家待很久 哦我刚才那 那这就是岳父岳母和公公婆婆的差别 公公婆婆会觉得儿子家就是自己家 岳父岳母会觉得那是别人的儿子家 他就不好意思待太久 我这是常理啦 当然有反过来的状况 可是通常很多岳父岳母是不好意思 那我跟你分享哦 嗯 其实我现在住的房子是我跟我老婆一起买的 嗯 但是我就都跟我妈说 啊没有我现在住的是我老婆的房子 哦 所以说其实就是你看 哎那你知道我们节目的那个中高龄的听众很多吗 说不定你妈会听见 我妈这个时候应该是 你们什么时候播放 应该是在睡午觉 哦是星期三晚上哦 哦惨了 哦所以哎那你很聪明耶 对我觉得先生要有脑啊 很多先生没有这个脑子 因为你不想处理你妈妈和你老婆间的问题 那其实你就需要用聪明的做法 像律师的方法就是非常的聪明 我们是懒 但是我们已经有意识到说 这个会有这个状况 嗯 我真的好讨厌去处理那个女人跟女人之间的纠纷 而且两个女人又是一个生我 一个跟我一起生别人 嗯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讨厌的 嗯 就像是之前那个有读者在问说 哎刘律师那你你妈妈跟你老婆一起掉他的水 嗯 那你会先救谁 嗯 我当场就斥责他 嗯 我才不会有让他们两个人一起出游的机会 哦 对耶 这东西根本就不会发生 你怎么会让这东西发生呢 对所以说你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 这个确实是不好 可是他们两个有可能同时发生 在不同的地方同时发生 那我想我应该不会在线上 你说一个人掉到淡水河一个人掉到大家河滨公园 他要怎么救 他要怎么救他要怎么救 他要怎么救呢 可是我觉得律师做法很好耶 你就要说我妈妈跟我老婆绝对不可能一起出门 对啊不可能啊 你今天大家分耶 如果你是未婚者 你今天会收到很多的女性的仰慕的信 各位读者我已经已婚了 已经已婚 然后一个小孩了 这一集真的应该要放给未婚的 就是即将要结婚的男生听 你的做法好聪明哦 我能够在婚后过着愉快的生活 是我用有智慧 然后别人的血泪 然后认真去对待这个可能发生的问题 所以你们不会安排家族旅行这样子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比方说那个 就是爸妈你积大的想说 还是来一个整个大家族的旅行 有我们有安排家族的旅行 然后都是我地带去的 然后你也不去 我刚好也会有事情 哦好巧哦 那我分享一下我的小撇步好不好 就是儿子参加 媳妇不要参加 屁你们家根本就没有家族旅行 说到家族旅行 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我也遇过 他就说他们家族旅行呢 全家坚持要住在同一间房间 大通铺 律师也真的好大 有的人很喜欢睡大通铺 我就说我死都不可能睡大通铺 然后其实我怀疑过 我先生家是这样的人 因为有一次我们出去旅行 然后呢我就先带我婆婆去她的房间 然后嫂嫂就说 诶这间房间不够大吧 所以我就知道了 她的心里是以为我们三个家庭 要住在同一间房间 我就心里想说怎么可能 我是一个超鸡巴的人 我不喜欢跟别人住同一个房间 然后我就想说天哪 如果他们家会安排旅游的话 就一定很大的几率 会大家住在同一个房间 哦天哪 那怎么办 你觉得遇到一种 我以前有跟人家一起去大通铺过 跟朋友跟国家是不一样的啊 但是大家后来再也不跟我一起去大通铺了 为什么 因为我早上第一个去上完厕所之后 大家再也不跟我去大通铺了 那大家都不用用了啊 真的啊 因为很臭吗 不好意思说啦 就是 就是大家每个人的 那个卫生习惯都不一样 这样 对啊你可能 你去上一个厕所 然后你上了很久 再半个小时 然后出来整个厕所都是味道 哦 因为其实大通铺不方便 没有可是有的家庭他就是这样 而且比如说这个家庭的所有人都愿意 只有你这个新来的外来客不愿意 这种事情是很难沟通的 这个必须要找key man 而且我遇过我朋友他就说 他们最后还会有男生 比如说他的哥哥 穿一条红色的四脚裤 然后就出来了 然后就这样躺在床上 那哥哥身材好吗 这不是重点吧 不管他身材 就算他是馆长 他都不应该只穿一条小 好可以 如果他是馆长 他可以只穿一条小三脚裤 因为大家可能很习惯 看他穿一个小三脚裤 可是不行啊 如果是哥哥 老公的哥哥可以这样吗 这个就是团体生活会遇到的 不管说是大家住大通铺啊 或者是用同一条预警 我觉得有够扯 对 然后还一起用 那如果 对啊 如果遇到这件事呢 如果我们的矩阵是矩阵了 拍了哥哥穿了四脚裤 然后说我再也受不了这个家庭了 我想要肃清离婚 这样是可以的吗 这有点 我会担心那个拍摄者 因为法律有规定 如果是用机器设备 拍摄人隐私部位的话 可能会有妨碍秘密的问题 那如果比如 我拍我自拍 然后后面有哥哥三脚裤呢 那当然另外一件事啊 就是说 其实这个都是收证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 在民法的规定里面呢 1052条他有列了 非常多的事项 要符合这些事项才能够离婚 但是 他有一个概括事项 这概括的这个事项呢 从以前是很严格的 以前我们刚刚提到说 什么去睡大通铺啦 公用一条毛巾 要去用这个理由去申请离婚 以前是不可能 那不可能 但是法律呢 它是与时俱进 哦 所以现在有可能 对 所以说现在就是 用这样子的东西 去申请离婚的话 就是慢慢的 这机会都是会慢慢提高 那我想问你 最后问你一件事 因为你说 会不会过跟法官 本人的个性有关 那万一那个法官 也是一个爱睡大通铺的人 所以你就失败了 你失败以后 你有可能换一个法官 再处理这件事吗 人生就是这样 人生会有遇到 有风险的事情 但是法律 它不是那么的绝情 如果你遇到一个 睡大通铺 喜欢大通铺的法官的话 然后判了之后 你可以上诉啦 哦 你就去上诉 所以上诉 一定不会是同一个法官吗 上诉会在 另外一个法院 然后一定不会是 同一个法官 哦 所以说如果你的人生 这么衰 连续遇到两个 爱睡大通铺的法官 对 那你也招认了啦 哦 那就表示 你这个观念应该要修正了 就表示 爱睡大通铺的人 容易可以取得法官的身份 不是 应该是这样讲 你可能要检讨一下自己 是不是 我太不爱睡 是不是只有我不是爱睡大通铺 大家都爱睡大通铺 哦 OK 要检讨自己之后 我们最后结语是 希望律师告诉我们说 怎么样能让婆媳关系平和一点 可是律师刚刚一开头就说了 就是不要让他们见面 可是毕竟这是 很难很难万中选一的 那你觉得还有什么 除了不见面以外 如何能让婆媳关系更和平 减少摩擦呢 我觉得是这样哦 人哦 他最担心的 而且害怕 而且不安的 是不确定感 嗯 如果今天见面呢 是一个不可避免的 嗯 但你可以跟你老婆沟通 你可以跟你老妈沟通 这个见面 我们就是见多久 嗯 你就是忍多久 你已经知道 那个隧道的尽头 就在这么远 嗯 那你也许 现在看不到光芒 但是你知道 我按照这样子的树立 我多久之后 我就可以出过这个隧道 哦 你就不会那么的不安 哦 就约去motel 两个小时就得退房 你觉得例子 还蛮新银的哦 就你约去一个 有时间 就会被赶走的地方啊 对对对 就变成说 如果你可以让老婆知道说 你只要忍到多久 而且你必须要去遵守 你的承诺 嗯 其实那个关系的经营上面 大家都会愿意互相忍耐 那因为你知道 你只需要忍多久 嗯 但是当你不知道 你要忍多久的时候 那很多可能一些负面的东西 摩擦就会跑出来了 哦 哎 那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对的 这个方法是很正确的 因为我真的 世人普遍认为 我有婆媳问题 可是其实我真的没有 因为我很少跟婆婆见面 然后我也知道 我一年就是见那么过年的两三天 对我完全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我跟我婆婆没有什么问题 我跟她一点都不熟 而且你只要努力这两三天 嗯 你就会换得一整年好媳妇的形象 嗯 这投资很好啊 哦 OK 结果突然那个病例增加 然后大家都锁在 你又这边又不是大陆 大家封城 然后封在 就只能在那边吗 就完蛋了 好了 那我们节目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单元 叫做比友亲红灯 我们要一起解决网友的问题 他说我和老公交往 家结婚已经十年了 没有小孩 我老公原本性需求就不强 他说一个月大概两次左右 近一年半更是两三个月一次 我确定老公不是gay 也没有外遇 老公今年三十五岁了 这样的频率是不是太少了呢 我有主动邀约过 但是老公回复说下次吧 渐渐的我发现自己有欲望 但也不想和他上床了 怎么办才好呢 他是燃烧的小梅 律师有遇过这种问题吗 我不是说你自己啦 你不用这么紧张 我看你的表情 你好像觉得我在问你个人 不是 你说我有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这里面有好几个问号 我不知道我要回答哪一个问号 你是说 次数太少 不是说不想跟他上床 他也不想跟老公上床 他一开始问题 其实是老公次数很少 近一年半更是两三个月一次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我们举个比例 我们每天都要吃饭 可是我们每天如果吃饭 菜色都是一样的话 很久你可能也不会对于吃饭这个事情 会有很期待或者兴奋 甚至可有可无 那要换什么饭呢 就换个菜色吧 比如说 又要cosplay了 要cosplay吗 换地方 换菜色 对换菜色 不要换餐馆 换餐馆又要找律师了 不要换餐馆 可是他主动邀约老公说下次 要是我会咽不下这一口气 这种人生不要意气用事 思考一下 是不是老公有要约你的时候 你也说下次 但是你是无心的说下次 然后可能老公就放在心里面 我觉得说 如果有机会可以大家好好的喝两杯酒 然后情绪放松一点 然后好好来聊这个事情 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所以你没有遇过真的 因为这个次数太少 觉得不对劲 有啊 当然有啊 到最后就是 怎么办 不是我遇到 是我的案子 你很担心别人怀疑你 我们没有这样想 我的脸已经够黑了 好吗 因为就是变成说 在民法里面 他可以离婚的还有一条 这个是民法第995条 我们叫救救我 因为是不能刑访 所以说在不能刑访 这个东西对婚姻来讲 对法律来讲 都是很重要的 可是没有办法举证啊 因为我有朋友 他其实也就遇到这个问题 他说他跟先生 大概六年没有性生活了 可是他也没有办法 他要怎么举证 没有性生活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非常难举证 对啊 那怎么办 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话呢 我刚刚讲了一个条文 那是要去医疗医疗院所 然后去做检查 检查 可是可以检查出来 他六年没有刑访 没有 会有身体上面的刑访的困难 哦 你是说他不行 没有没有 可是他觉得他老婆 可是他不是不行 他是不想 对啊 他是不想 不想 甚至是不要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他会是成为 可以离婚的一个理由之一 可是不能举证啊 因为这个举证上面 会变成一个 很有趣的地方 举证是相对的 你没办法举证 他有 他也没办法举证 他没有 所以说就变成说 如果老婆都愿意拿出来讲 哦 那法官他就 记得到 我如果是法官的话 我会先采取 相信的立场 哦 你可以试着用讲的讲讲看 但是他的问题就是怎么办呢 所以律师的说法是换一个菜色 对啊 就应该找婚姻智商的这个 那你习惯怎么换菜色呢 我们就是先买菜 买菜 先买 再煮菜 哦 最后再上菜 最后我们就吃菜 然后我来洗碗 哦 哦 你来洗碗是重点 对 哦 OK 好的 各大平台都能收听到 你好 我是詹女小红 不管有没有固定收听 请点到先按关注 和订阅我的podcast 那请大家踊跃留言发问 我们的比有钱红 除了我以外 还会有特别来宾 一起为你解答 人生的大小问题哦 今天就谢谢刘尚明律师 再说一次你的书叫什么名字 我书叫暗黑青青 是的 大家如果看你了 绿球员的可以来买 刘尚明律师的哦 你是不是超气 还有呢 谢谢工程师 谢谢大家 我们下礼拜三见咯 拜拜 拜拜